我们进来看一个网友寄过来的一个三合一的电视机主板 这是网友描述的 这是一块海星LED43M7000U的三合一主板 他检查过电源也发现了明显的故障可能是后机 应该是没有发现明显的故障可能是后机秒病搞不定了 所以想请我帮忙维修一下 然后这个板子呢 记到我这里我大概看了一下 是有地方动过的 这个地方就焊过的 然后呢这个上面的还贴着有一个电阻但是我找来想来没找到他这个电阻是在哪里拆下来的 所以说我要沟通一下他 然后这边好像有点腐蚀 然后这个机子拿到手来 我们首先啊测一下他的对立阻值他说的是不开机啊 不开机的话有可能是电影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啊我们首先 打一下对立阻值看有没有什么异常的现象啊 看这些电感啊这边都是一些输出 这个250几 啊 也算正常180几 400多 哎这个一个零啊这个是他焊过的这里啊 这也是零 这个这个东西那肯定有有问题啊他不可能两个角对立阻值都是零的 这三个角他有两个角是对立阻值是零 然后我们测一下这边 这边也测了一下没有 明显短度的这种现象 然后测这里的这个阻值虽然比较低但是呢应该是正常的因为他这个是可能是核心供电 阻值比较低 反过来测的这个阻值是有变化的啊所以说这边应该是正常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围绕这个 测量阻值为零的这个这一点啊我们进行维修 好我们先通电吧 先通个电因为他这个 这边拆了一个键我不知道拆在哪里的所以说这个强电地方呢我就不打算通电了我打算用可疗电源在这里加个12伏看这个主板工作状态正不正常啊 这边我系好线了我们开机 开机电流是16毫安 我们测一下这边的 电压测一下这个屏这里的12伏 这里是有正常的 然后说这里有一个5伏我们看一下这个紫时针啊他把这一块都寄过来了我们看一下 我现在这个紫时针没有亮啊那说明这个机制没有3.3伏啊那这个芯片呢应该就是3.3伏的纹压芯片 可能就这个芯片短路了啊 输入有5伏 这个输入啊这个输入有5伏但这边没有3.3伏的芯片 3.3伏的电压然后这边没有电压呢 这个原因呢可能就是 这个是带机电压 进那个芯片之后开机之后的这些可能才有电压啊 那么这个地方短路这个芯片短路没有3.3伏到底是这个芯片本身的问题还是电容的问题还是这个 主芯片的问题呢现在我们只能把这个芯片给它拆下来 拆下来那就能进一步的确确定故障了啊我们给它打一点焊油 好我们这个芯片拆下来的啊这个角是接地啊右边这个角是接地这个角是输出这个角是输入 我们用2G管档再来测一下它的堆积组织 测一下 这个是D这个本来是D这个是输入正常输出 那么输出还是一个短路短路情况输出这里呢有两个电容啊 这有两个电容生绿波的我们给它把电容干下来 如果电容干下来还短路的话那1018就是芯片挂了啊这个3.3伏 那么如果芯片挂了之后呢这个机子呢应该就是它会放弃维修啊 好这个电容拆下来之后我们再来测一下还是否短路啊 还是短路看到没有 那这个基本上就没得修了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它加一个这个3.3伏 烧一下机看一下 我们把电源调到二连级 关键流小一点了我们来 烧个机 这里是D线看到这里 然后呢这里是输出 电流非常大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将近1安了啊电压拉到只有1.1分了我们这个还大一点 11安了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子上哪里的温度高啊这么大电流应该是 有温度高的地方 嗯这个芯片温度是很高啊 嗯这个芯片温度是很高啊但是到底是刚才吹了的原因呢还是 我们把电关掉我们把这个散热片给它拆掉拆掉来看一下这边的情况 这3.3伏应该 就只剑哦他还剑了这个前面的按键板我把这个按键板拔掉 发热再来试一下 还是一样还是一样 我们把这个散热片拆掉 好温度接下来之后我们再次通电了看是哪里发热的 这个芯片一点温度都没有啊 这说明这个芯片应该没坏 这才是这块发热的但这块发热这个这个二这个这两个电容拆呢看到没有 但是我发现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放大一点给大家看 这里 C531 C657 C78 这个角度这个黑色的还有个小部分 看到没有 是不是这个电容的问题啊 我们把这个电容给它拆掉 好拆掉之后呢 我把这个小电容拆掉之后 我们再来测一下这个堆移阻值啊 好了看到没有就是这个小电容坏了啊 在我们上边看一下 好现在电流不大了啊 看到没有 现在电流不弱了啊 刚才这个这个电容在这里看到没有啊 在那站在这个锡上呢 都说比芝麻 芝麻大了啊 这比芝麻还小啊 就拿去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没有这个黑点 在在在这个藏着 应该是烧黑了这个电容啊 好我们找到这短路的地方 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元件给它焊回来 然后把这个线接到12伏那边再试一下 好我们在这边重新通上12伏的电了啊 12伏已经通过来了 我们再来测一下这边的输出 输入先是有的啊 5伏的输入 不出哎 这个不对啊 这个芯片可能有问题啊 这个是3.3伏的怎么只有1.3伏 然后我们断电啊 测一下这个对击组织再测一下 并没有短路啊 我们找个3.3伏的芯片再给它更换一下看 好像这个芯片已经更换了一个啊 这个是旧的啊 我们在这开机 现在电流就正常了有待机电流有二十几毫安啊 我们 测一下看啊 这里现在3.3伏正常的啊 然后我们怎么看它这个机制有没有开机的我们可以看这个上品电压啊 这个是一个末式管 开机之后呢 它会这个末式管导通 会给这个平空边你看 这个末式管这边输入12伏正常 输出这边也是没有的0伏 我们把这个表笔把它插在这里啊 它这是一个 我们这样测量 我们如果是 开机之后这个12伏 把这个末式管导通了就说明这个电子开机了啊 我们按一下开机键 开机 好现在电流也浅了啊 电流300多400多500多 这边也输出12伏了这个上屏电压有了那说明这个主板部分 开机是成功了啊 好了这个板子这个后面啊 这个不开机的这个问题已经解余了 但他这里有个电阻呢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到时候联系一下这个 网友啊他如果这个电阻是 不是动的这个电源部分的话 那这个板子就修好了啊如果是动的电源部分这个电源到时候给他恢复一下啊